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新爱琴拜尔钢琴基本教程的系列课程 我是若涵老师 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 以讲解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大音符版的拜尔钢琴基本教程为主 为了更好跟进我们的课程 您可以在新爱琴的微店购买到这本教材 今天要给大家讲拜尔的第56课 拜尔的第56课也是有四行 这一课其实不太难 主要是因为它的变化不多 它的重复比较多 所以这一课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 它的左右手在开头的时候都在高音符号上 然后左手从第二行到了第一符号 后面就都是低音符号了 但是一会儿我们诗谱会发现 其实左手虽然它采用了高音符号和低音符号分别计谱 但它其实音区是在相同的位置 这个基本上就是要锻炼我们在认谱呢 在弹奏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这个曲子是一个四三拍子 每个小节有三拍 好 那么它也是 这个曲子我们采用了大量的侧击技术 咱们之前很多次提到侧击技术 就是它弱拍上的那个音一直会是重复的那个音 那么一直重复那个音把它弹清 不重复的那个音是它的旋律音 好 那咱们现在先把右手的谱子 从头到尾认一下 这个曲子也是四行 然后每行四个小节 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每一行是一句 一共是四句 咱们试谱的时候速度先稍微开慢一点 我们把节拍器开到72 四分音符等于72 这个曲子 因为它重复比较多 这个曲子我觉得咱们就不用打分拍了 如果那个师谱慢一点的同学 可以再开稍微慢一点的速度 但是我觉得打整拍也是可以掌握的 好 这个是关于右手 大家看到它有非常多的重复 然后我们把侧接艺术弹好 然后长音尽量按照谱子上的连线来分句就好了 这颗右手没有出现什么新的技术 咱们试谱先试到这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手 左手就是大家注意我刚刚说到的 它会有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的变化 但实际上它的音区的位置是没有变的 咱们现在还用四分音符等于72的速度 来弹一下左手 咱们现在还用四分音符 就左手来看 它的第三行的八分音符没有画连线 但是这里咱们是不太可能把它弹成断走的 因为速度比较快 所以这个地方咱们可以使用连奏来处理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合手的时候会看到 它前面有一个力度记号是F 就整个曲子是一个比较强的力度 然后中间也没有发生力度的变化 咱们正常弹就可以了 我先给大家弹一次 然后我先用慢一点的速度 一会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看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曲子 还用这个速度 四分音符等于72 我先用这个曲子来讨论一下 大家会发现它这个左右手的形式有一点像对话一样 咱们拿第一行来说 第一行先是右手前两个小节 是有那个侧击的旋律的 然后第一行的后两小节 这个旋律跑到了左手上 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对话 就是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回声 因为它左右手是一样的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那旋律在哪个手 咱们就要突出哪个手 所以它的旋律是来回走的 第二行和第一行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除了谱面上一个是高音谱号 一个是低音谱号 在左手的部分 剩下它的弹奏出来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面有个弹奏细节 就是关于这个负点二分音符的断奏 那么我刚才都是按照断奏去弹的 但是这个呢 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然后当一个手连的时候 那个时候给它断开 是稍微有点困难的 这个曲子其实如果完全按照连奏去弹 也未尝不可 是可以的 因为它还是贴近这个曲子整体的风格 尤其当它第三行 那个左手的连线没有画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调整吧 那么总体来讲 如果觉得这个断奏弹得太困难了 我们都给它连上也是可以的 然后到第三行的时候 两个手是一个齐奏的 完全一样的音 那么它两个手都是侧击的形式 这个时候它音比较密集 那么侧击那个辅助音就更要弹得稍微轻一点 然后把两个手的主旋律的那个音弹重 这种情况下呢 齐奏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还是以右手为主 左手会稍微的轻一点 然后在最后一行它有一些变化 然后整个曲子就结束了 大概就是这个曲子 这个曲子是比较简单 因为它重复的地方比较多 好 那么咱们看一下 它前面给的那个速度术语 是Allegrito 这个是一个小块版 这个曲子速度不是很慢 咱们小块版的话 我觉得练一练 我们试一下四分音符笼108 让它那个曲子能流动起来一点 其实在速度稍微快一点 的时候那个侧击技术的效果 更容易凸显出来 太慢的话 这个侧息是不太容易弹得好 弹得好听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下去好好练习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定期给大家解答 心爱的心就在心爱心